如果你正处在人生的低谷,感到很颓废,如何走出来? 今天这个视频就是来拯救你的,你知道吗? 我们或许已经掉入了一个陷阱里面而不自知。 根据二八定律,世界上80%的财富掌握在20%的人手中, 但如果这80%的人不满意,进行抵制,对抗怎么办? 为此,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提出了一个奶头乐理论。 为了避免阶级冲突,让企业大批量制造奶头, 即让人沉迷的娱乐消遣和充满感官刺激的产品, 比如社交网络,游戏,短视频等等,来占据人们的精力,转移注意力, 减轻对生活的不满情绪。 所以我们想要走出来,第一步就是要认清这个陷阱。 我们如果长期陷入在里面,就像温水煮青蛙,会愈发地感到颓废和麻木。 二,走出习得性无助。 这是一个心理学名词,一个人经常失败,就会陷入习得性无助。 认为自己什么都做不好,没有自信,遇到问题就想逃避。 那么如何才能走出来,有一个实用的小方法,效果显著。 就是每天写下三件小事,记录自己的小成功。 比如今天闹钟一响,自己就起床了, 今天空闲时做了五个佛称,今天看了午夜书等等。 这些小事积累得多了,是一种积极的心理暗示。 我们会发现,原来自己能完成这么多事情,或许我们可以挑战一些更难的任务。 三,写下目标。 你有自己的目标吗? 你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? 不要把它藏在心底,我们的目标要勇敢地写下来。 吃掉那只青蛙的作者伯恩崔熙曾经说过, 那些把目标写下来的人,成功的几率会比不写的人高八倍。 郑重地写下来是一种仪式感,也会强化我们的决心,成为行动的指引。 那么你的目标是什么呢? 比如到明年的今天,我要涨十万粉丝,或者我的收入要达到多少? 思考一下,马上写下来吧。 等到了明年的今天,我们来看看,我们的目标达成了吗? 四,小步子原理。 如果目标过大,在初期很难坚持,所以我们可以着手从小处开始。 比如,每天早起五分钟,每天写作一百字,每天读书十页等等, 利用这些微习惯打开行动的钥匙。 就像一颗齿轮,在启动时需要耗费很大的力气, 但一旦运转起来,就能轻松地保持了。 五,守好自己的节奏。 身而为人,总是喜欢拿自己和别人比。 同事某某买了大房子,发小某某,今年生意赚分了。 一看到这些消息,心里就急得不行,转耳挠腮。 你知道吗? 人生并不是一场立刻见证输赢的比赛, 而是一场持久的马拉松。 我们不必因为别人的步伐而打乱了自己的节奏。 之前摘插过一段话,很喜欢。 没有一朵花会等待着与别人一起绽放。 就像我们的生命一样,各有各的节奏。 我们只需要遵循内心的声音,守好自己的节奏, 心无旁骛地跑下去,就一定能抵达属于自己的终点。 好啦,有收获记得点赞。 我是林兄,我们下期见,拜拜。